背着假人游泳,军运会这个项目火了,网友球推广 在22日进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水上救生项目中 中国队夺得了6个比赛项目中的3个冠军 并创造3项新的赛会记录 其中,女子100米混合救生决赛中 中国选手吴慧敏以1分9秒97摘的金牌 中国选手林华南以1分2秒13获得男子100米混合救生金牌 中国队以1分19秒02的成绩获得了女子4成以25米运送假人接力冠军 本届比赛大部分水上救生项目中都有假人 有些项目是直接拖动假人 有些项目是给假人套上浮标 有些项目还需要选手套着脚步比赛 对于多数观众而言,水上救生作为一个竞技项目非常新奇 很多网友表示希望学校的游泳课可以引入这个项目 军运会女子200米超级救生冠军戴小蝶表示